行业史诗级的成功是肖战代言品牌相关人员对肖战近日代言居家服饰效果的评价 官宣当日单去到销售额就突破了5250万 同比增长13125% 你敢信吗 肖战作为内鱼双五王真是真金白银看得见的效果啊 开品牌官宣日主推的旗舰店由于平时不在广告位上 日常只有两三千元的销售额甚至可以忽略 肖战官宣当天主推款的单店销售额就接近4600万 服饰店也由于有肖战的主业引流 导致销售额直线突破670万合计超过5200万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财神爷驾龄的概念 业内人士也说提到肖战没有一个客户是不想要的 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难道是我不想要吗 是请不到啊 也有品牌方相关人员说肖战的商务推荐已经不需要数据了 业内早就口口相传了之前就有人说想要数据变好看就得找肖战 想要第一吗 请找肖战 想要保住第一吗 也得找肖战甚至有业内人士谈到肖战的商业价值 说肖战的商业价值强盗 业内公认可以令企业资金回笼到起死回生的地步 肖战官宣李宁直接引爆网络 肖战代言真理时直接把高收卖断货 震惊整个时尚圈 为什么肖战的代言能够铺全球地广 为什么肖战能够零佩戴零零宣发直接空降全球代言人的头衔 为什么米兰时装周肖战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为什么大咖迎集的盛会 肖战能够带着活动的明大登顶世界趋势守卫 为什么肖战的每一次商务直播肖战现身期间 敢关掉购物通道 什么肖战的杂志分面敢不显示销售数量 杂志方却极尽礼遇 为什么肖战官宣代言 大家恭喜的不是肖战而是品牌方 一切的与众不同都来自于肖战顶级的真金白银实证过的商业价值 拉窗帘的肖战放纷阵的那一位 肖战就是脱离内鱼独一无二的存在 不管你怎么唱衰都没有用 业内人士有大众看得见的和大众看不见 业内看得见真实数据 业绩不是吹出来的 肖战的价值就实实在在摆在那里 任谁都看得见